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方砖 今天还是在度假当中 继续给大家录这个视频 咱们今天来说一个什么事呢 来说一说中美在南海最新一轮交锋 有的国众朋友可能已经注意到这个事情了 美国的这个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 驶入了中国所谓的它的领海 就是十二海里 这个事情可不是小事情 不是之前什么穿越台湾海峡 那走的是公共海域 而这个我们都知道 所谓的领海以岛屿为外延 十二海里是所谓的神圣不可侵犯的领海 所以这事来说按照中国的标准 应该是很严重的 可是按照美方的标准 这其实屁事都不大 不是个事 为什么这么说呢 咱们今天来详细的给大家播报一下 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同时更重要的是咱们也来聊一聊 这个事情背后所蕴含的意义 以及它所牵动的整个亚太局势 在附近地区的这么一个演化 好了 咱们废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主题 好 老规矩 我们先来看新闻 那么根据相关报道称 说美国海军宣布 在当地时间的周三 也就是2021年的9月8号 在南中国海美齐斯夫礁 它就是中国所谓的拥有主权 这个美济礁 就是咱们说美济礁吧 这样好好读一点 美济礁的12海里内 也就是领海温围内 实施了正常行动 什么正常行动呢 就是航行自由 那么中国方面称了 说中国派出了海空兵力 进行跟踪监视 并予以警告驱离 那这个事情根据我的判断来说 所谓的警告驱离 就是警告 然后等待美舰自己航行 出这个12海里范围之内 因为美国实行的是自由航行 它是这样航行过去 进入零海 驶出零海 它不是绕着你这个区域转 所以你不用驱离 它也自己会走 这个明显就是给自己 脸上增光的一种说法 那么同样的 美国第七纪队的声明 同时还说 本福德号驱逐舰 实行的这次航行 是美军在南中国海 和整个地区 日常行动的一部分 说这些基于法治的行动 是和平的 不针对 也不偏袒某个国家 以展示美国致力于维护 所有国家的合法使用 海洋的权利与自由 好 新闻基本上说到这了 咱们得说一说 详细的一些细节 为什么说中国是领海 而美国说是正常的 一切的根源就在于 这一次的美济礁 所谓产生领海的美济礁 它本身上 一个地方能不能成为领海的基准点 和基准线 以此产生浮射它周围的12海里 不是说随便我弄个什么浮标 我弄个什么什么礁石 弄块石头 我从海底立根柱子 上面撑块平台 这就是岛屿了 不是的 这个国际法有明确规定的 所以咱们来看这个国际海洋公约的规定 国际海洋公约第13条 第二款规定 说当低潮高地 与大陆或岛屿的领海宽度 有一定距离的时候 低潮高地没有自己的领海 什么叫低潮高地 美济礁就属于典型的低潮高地 我们来看这个图片 这个就是美济礁 它外面这一圈就是珊瑚礁 中间是一个湖 是一个良好的避风港 那么它的位置 基本上可以说 看地图 菲律宾他们家家门口 但是中国画过什么九段线 十三段线 就是说中国一直声称 这是它自己的领土 那么这个礁石在涨潮的时候 是完全没于海平面以下的 只有退潮的时候 才能看到咱们上面 这个上面看的这个图片 就是这么一个环形礁 这环形礁面积可不小 它的总面积达到了46平方公里 挺大的这么个地方 它是中国现在进行远洋 渔业捕捞 还有什么网乡养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具有战略地位的这样一个地方 所以这就很明确了 根据国际法规定 这种在涨潮的时候被海水淹没 落潮的时候才露出来的这种东西 它不能称之为岛屿 也换句话说 它不能够作为一个国家领海的基准点和基准线 从你这个画周围12海里 想的美 画完12海里 再给你画一个什么什么国际200海里的经济专属区 那玩意儿对吧 那就没法玩了 所以国际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低潮高地 只要是要脸面的国家 基本上也不是把这个地方 就生生的要造成自己的国土 造成自己的领地 那么中国进行哪些神奇的操作呢 中国一直在这个地区建造设施 用钢金属性土打在这个礁石下面 然后从这上面往上建建这个建筑 现在在美极礁上已经有了中国的 几乎可以说是永久性的建筑 看起来确实像一个岛屿 但是根据国际法的规定 这个是16年还是14年 这个国际法庭进行了仲裁 那么判了中国输 这个国内可能很少有人报道 但是你在网上 既然能翻墙出来的话 你网友你们看到 一查就知道 国际法判的是中国输 就依据就是因为 低潮高地是不能作为领海的 这个是没什么可商量的 是国际海洋法 这个公约已经规定了 其他国家都遵守了 为什么中国不遵守呢 所以基于这个原则 中国说这是我们的 这是我们的领海 这就是我们的岛屿 这是我们的建筑 我们有军队 我们有什么 就应该尊重我们的领海 所以你进来就是入侵 而美国方面说 这是一次自由航行 因为这地方不是你的领海 而且不仅 他为什么说 说不骗台某一国呢 虽然这个东西 在菲律宾家门口 但是这地方 在菲律宾家门口 那也不是菲律宾的 因为同样 你不是你中国领海 也不是人家 菲律宾的领海 这叫自由航行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这次进行 这次行动 其实是经过身资熟虑的 选择的目标 也是刚刚好 所以美军这次的行动 可谓是捅在腰眼上了 这么多年 中国因为军事实力 强于南海 中国什么菲律宾 马来西亚等等 导致中国实际上 一直在这个地区 进行着海洋的捕捞 养殖 开采 这些经济行为 产生了丰厚的利润 而美军这种行为 明显对于中国来说 那就是个挑衅 说白了 就是踢场子来的 换句话说 这个行为本身 也意味着 美国似乎在南海地区 有意找回自己在阿富汗 丢的面子 目前我们是这样解读 但是这个政策 到底是拜登受益的 还是由实际掌控 美国的所谓的精英集团 进行的一次试探呢 这个我们没有相关的情报 不好说 如果按照我个人的想法的话 可能我不认为是 拜登做出这个决定 因为按照他的性格 和他的能力 和他的想法 他可能不足以支持 他做出这样的行为 甚至有可能 这是军队方面进行主导 然后跟政治利益集团 进行沟通之后 进行了这么一次试探活动 那么就看中国你的反应 如果按照目前的说法 说以后每次 美军说了 说这是一个日常行为 如果每次我都这么来 那你每次都看着 派飞机转两圈 你敢打吗 敢打就开战 对不对 你不打 人就每次来你家门口 那你家变成什么了 那你家不都变成公交车了吗 对不对 千人踩万人踩 那不变门槛了吗 对吧 所以这个行为给中国 给北京出了个难题 你要么运用方法 让美国以后别来了 让美国别派军舰来了 除非北京有这样的外交实力 和一些其他的操作方法 让美军不再进行 否则的话 美舰如果真的按照这个方法 每次日常来踩一次 国际上一爆出来 常态化之后 那中国所谓的对于南海方面的所谓的主权 那就不攻自破 你还有什么资格 还有什么理由 说这是你的领海 国际法 国际法不支持 实际上人的军舰现在可以随便航行了 那下次美国可以航行了 别的国家 如果美国拉了他的盟友 是吧 排成队18个国家 28个国家 绕着这卡卡卡天天走一圈 你大国的威严就彻底扫地了 所以我估计北京线中南海 可能在紧急的开会 在想办法怎么来解决这次的事情 而这个事情本身也标志着中美在世界范围里的 进入一个碰撞阶段的一个开始 以前美军的这些军舰自由航行 从来都是挑公海 比如说进入你的经济分手区 或者从台湾旁边绕一下 让你看到我 但是我没有进入你的领海 从法理上 美国是从来都不沾因果的 从来都不沾责任的 而这一次 美国主动进入这个具有争议地区 那么他的态度就非常明显了 换句话说 整个太平洋 想想这多少 至少是4000万 我记得是4000万平方公里的 这么大面积的一个大洋 世界第一大洋 容不下中美两国争霸和称雄的野心 整个这俩国家加起来也没有2000万平方公里 填进去连一半都不够 但是在这样一个地区 就是要进行争夺 双方谁也不能容忍对方的势力继续扩张 所以导致了这一次 所以我们想起来说的话 美国这个一方面 它是给阿富汗招场的 另一方面 菲律宾 这美其交一直在菲律宾 这个眼前 加门口 所以中国菲律宾之间 对于这个事情 其实在当年是九几年的时候 就爆发过一次争端 也是闹得挺大的 这个当然没动武 就是双方进行一些扣押渔船 等等这样的事件 所以这次美军这个航行 也有点为菲律宾拔创的意思 因为菲律宾最近改向了 它要转投美国 之前不是跟亲中吗 这就开始亲美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通过这次一个简单的自由航行 背后揭示出来的是整个远东 或者说整个亚太地区 视力碰撞纷纷站队的一个表现而已 咱们再扩大一点说 不只是南海 在中国的东部 日本也在发生的变化 你比如说日本现在几个候选人 包括整个日本国民的风向 都是越来越倾向 越来越期待的对中国强硬 而韩国的表态也很有意思 韩国夹在中国和日本之间 它跟日本又有世仇 民间的情绪 所以韩国现在又反过来 就比较偏向于亲中 所以你可以看到 整个随着中美图穷避现 大太地区的局势 在逐渐剑拔弩张 所以说按照通俗的说法 老百姓的说法 现在中美这个状态 就是属于那种你瞅啥 瞅你咋的 你再瞅我一眼 我瞅你了 你再瞅一眼 双方现在目前是这个阶段 就在互相瞅眼的这个阶段 而这个阶段最后 如果没有外力干涉的话 基本上就必然是拳脚相向 换句话说 中美之战 常规战不可避免 甚至我们之前提过 核战也不是不可能 观众朋友们 让我们把眼光稍微放长远一点 放宏观一点 实际上全国 全世界粮农组织等等 这些组织早就发出了预警 说未来很有可能出现全球性的 或者说是地区性的一些粮食危机 那为什么导致这个原因 一方面是气候问题 另一方面 这个政局问题 更重要的一方面 就是人口暴增 你们去查一下数据 如果我没计算的话 1930年左右 就是属于二战的一个酝酿期的时候 那个时候 全世界的人口 大概应该是20亿 打完二战之后 到了1950年左右 全世界人口达到了30亿 而现在全世界人口是70亿 也不80亿 这种爆炸性的人口 往往会带来一种灾难性的后果 我知道我一说打核战 总有一些人跳出来 说不会打 打不起来 谁告诉你们一定打不起来的 谁给你们的安全感 咱们说实在的 你们去看一看 现在世界上 科学界有一个非常违背常理的现象 整个世界人口这么多 劳动力这么丰富 为什么很多地方农民纷纷在开发 不是农民 在搞这个人工智能 在搞这个机器人流水线工人农场 在搞这些农民机器人种地 你看那视频我现在手里没有 你们可以到网上搜一下 那机器人自己开很大一块地啊 机器人自己那耕地啊 这些收割 播种 除虫 打药 全部都是机械发 你发现这些东西全部把人排出在一块去 他为什么要搞这些东西 你想过没有 明明一边人力过剩的厉害 明明一边一边就好像全世界已经没有能干活了 必须靠机器干活 这到底是在干嘛 我告诉你 阴谋论咱们不说 阴谋论的部分更大 那个蕾比较大咱们不说 咱们只说 很有可能在我看来 是在应对可能发生的核战后 造成的人口不足 这是整个世界灾难 没有谁能够幸免 所以说 专头以前跟大家聊过 咱们看政客 不要看他在这儿废什么话 咱们就看他们做什么事情 现在美国似乎 拜登经常搞一些什么宣传 我们胜利 包括这次撤军 也说我们已经圆满的完成任务 基本就可以当他放屁了 我们真正需要看的 就是他真正做了什么事情 而这次南海的这次闯入所谓领海区域 这件事情可以说是代表着美国整个精英阶层实际控制国家这群人可能已经做好了跟中国应喝的准备了 这个可以说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次挑衅 就是要勾你中国的底线 就是要看你敢不敢打 你敢打 咱们在南海就做一场 而如果你不敢打 你相信我 他们还会再想出其他的方法 不停的进逼 那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把你中国的影响力从这个中国的鸡肚子下面延伸到南海这块影响力给押回中国领海去 他们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中国继续的牢牢的押回他原本该有的中国大陆往外延伸十二海里 这就是他的平海 他要把中国影响力压回去 所以未来类似事情肯定还有 到时候我再给大家做视频跟大家聊这个话题 好了 那今天关于话题咱们就聊到这里 关于这些看法 大家有什么观点看法 不同意见 欢迎评论区进行留言 有我说的不对地方 也欢迎大家指出来 那过两天我们度假结束之后 等我回家再给大家做一些其他的视频 好好的跟大家讲解 现在时间也确实是不够 好了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